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在大家的印象中,龚俊似乎一直都在杀青和禁组的状态中无缝切换 偶尔还能看见他参加晚会以及拍摄广告的身影 其实从库存具热度和数量来说,龚俊哪怕停下来休息半年也完全没有影响 但他给人感觉一点也不松弛 明明是热度与口碑齐飞的顶流男神 却依旧那么拼 新年一始,网上就传出了龚俊将出演新巨会飞的大象的消息 不过想来也不意外,有人喜欢有张有迟的生活 也有人觉得忙忙碌碌才是对生活最大的尊重 一个人如果能把事业比生活更看重 那么获得的所有成功都是汗水浇灌的果实 从作品备案的内容提要来看 龚俊这次饰演的又是一位身处国潮发展中的技术性工人 这让人想起了他在《我要逆风去》中饰演的男主徐斯 同样都是近现代的角色 不知道段弓和徐斯会有怎样的区别呢 《会飞的大象》这部作品讲述了濒临倒闭的长星卡车场的 段明杰公俊饰演和蒋方人民饰演响应国家号召 从卡车生产转型轿车生产 为了引进国外先进的流水线 他们走遍了欧美轿车大国 四处碰壁 虽然最终和德国人谈成了合作 却又面临没有资金联合建厂的尴尬 段明杰和蒋方一边想办法提升工人们的学历和能力 在跨国合作的同时也保住每一个工人的工作 一边带领大家从零开始学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攻坚克难 最终造出了飞向排轿车 实现了国家效益和工厂效益双赢的故事 从故事简介来看 会飞的大象可以说是看点十足 女主奖方的人选也是有颜值又有实力的小花人米 总体来说还是值得期待 但在剧方尚未官宣之前 大家还是抱住吃瓜不信瓜的心态 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两位主演的代播剧上 毕竟工俊的三部代播剧都很有爆款箱 一部是与迪丽热巴合作的古偶安乐传 另一部是和杨幂等一众女神合作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无论圆珠奥还是角色热度都拍马难追 她的东方月出造型照也很有之前 和之前饰演的角色大不相同 还是蛮让人期待她塑造的二货道士呢 工俊另一部现代代播剧《我要逆风去》 也是恒星引力旗下的作品 恒星引力出品的古偶和都市剧口碑都有保证 此前秦岚和高颖翔主演的怪女过分美丽评价就很不错 而且《我要逆风去》的女主还是钟楚希 无论外形还是颜值都很有辨识度 人名的代播剧也不少 除了一部和肖战合作的玉古瑶式古装外 其余都是现代以及近代题材 她在《玉古瑶》中饰演古灵精怪的朱颜郡主 其刘海造型活泼俏皮 中分发型也很有质感 只是看到路透美照 就已经开始期待正片了 人名和王源郭京飞等人合作的是 现代剧《灿烂灿案》 高中生角色对她而言也是舒适曲 在《群星闪耀室》中的角色就很有年代质感 虽然目前还没有官方剧照流出 但人名的演技总归值得期待 如果她真的和龚俊合作了惠妃的大象 不知道会如何诠释技术型女工奖房这一角色呢 龚俊新剧惠妃的大象已备案 预计三月开机 女主演技不俗 你期待龚俊的新剧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